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年纪都很小 甚至还在强保之中 正式中并没有记载后面三个孩子的结局 但是北宋的文人笔记中 有两个流传比较广泛的版本 版本一 宋太祖赵邝印 北宋学者 王在某记中记载 赵邝印称帝之后 周公帝被安顿在了天青寺中居住 有一天赵邝印前去探望 却发现有两个宫女 分别抱着南英跪在旁边 后来从知道 他们俩正是柴荣的两个小儿子 随后一组雇诛江云 此复何代 一组指的就是宋太祖赵邝印 这句话的意思是 还留着他们干什么 随即命侍卫将他们提去 赵邝印在下命令的同时 发现大将潘美低头不语 便问他 如以为不可依 潘美回答说 于礼为安 于是 赵邝印将两个孩子之一送给潘美收养 这个孩子后来改名为潘美吉 他曾被宋真宗派往辽国给辽圣宗祝寿 在图中并试 版本二名将潘美北宋王拱 在随手杂录中记载 赵邝印曾经向百官询问 该如何处置周公帝的几个弟弟 赵普的意思是去之 赵邝印再三追问潘美第一次 潘美都必口不言 于是 赵邝印说 吉人之位 杀人之子 朕不忍为也 此时 潘美才开口说 我曾侍奉周世宗 若建议陛下除掉这几个婴儿 便是有负于世宗 若劝陛下留下他们 便是不忠于陛下 赵邝印令潘美将这两名强暴中美婴儿带回家 其后太祖亦不问 美亦不复言 虽然柴宗训被封为正王 他的儿子柴永祺被封为正国公 但是柴永嫡系只有传了这两代就断了 据后世学者考证 柴永的后裔 应该只有潘维吉一脉 并且繁衍至今